前一秒还笑嘻嘻地带着民警四处寻找自己的妻子 下一秒就博尔特化之 和民警来了一场生死竞作 当民警再次找到她时 她已经哭成泪人 此时的她是因为妻子的去世而落泪 还是因为被警方抓住后才落泪呢 难道这又是一起为了打赏女主播 杀妻藏冰箱的人间惨剧吗 天黑了 女宝们 集合了 突然逃跑的男子 维尼县上 精彩在最后 别忘点关注 时间 2021年8月27日 地点 内蒙古自治区赤丰市巴林佐吉 住在草原上的王金花 这几天显得格外焦急 两天来 她已经不知道给妹妹王银花打过多少个电话 可那边还是提示关机状态 在母亲的请求下 王金花决定去妹妹家实地查看一下 而当王金花还在路上的时候 她的母亲也按捺不住内心的交集 给当地公安局打去了报警电话 知道你想说你女儿找不到了是吧 对对对 我姑娘找不着了 从老太太口中 民警大概知道自己的女儿已经失踪了几天 现在怎么打电话也不接 希望民警可以去女儿家里看看情况 在了解大体情况后 民警按流程查阅了王银花的手机通讯记录 发现她最后一次与外界联系是在8月25日的上午 此后她的手机一直处于关机状态 其中让人不解的是 失踪人王银花显示已经结婚 可面对妻子的突然失联 她朝夕相处的丈夫为何没来报警呢 难道她的丈夫在隐瞒一些事情 为了弄清这些 当地派出所打算前往王银花的家中 而此时的姐姐王银花已经来到了妹妹家的门外 她敲了很久的门也无人应答 打自己妹夫的电话也没人接 王银花只能在周边询问下 看他们知不知道妹妹一家的情况 他们都只是说没看到其妹妹 但经常看到其妹夫在楼下领着孩子溜达 正当王银花到处打听消息的时候 妹夫冯军带着女儿回来了 碰巧的是 当地派出所也来到这儿 面对突如其来的姐姐和警察 冯军显得格外平静 她告诉民警 两天前的时候 她跟妻子王银花大吵了一架 之后王银花就离家出走了 她也根本不知道她现在去哪了 听到冯军的描述 民警觉察到了一点不寻常 于是提议让冯军带他们去家里看看 一到家的两位民警首先搜查了厨房和卧室 试图寻找有关王银花失联的线索 但没有任何有价值的发现 当他们进入储物室里就感到有些异常 本身凌乱的房间内放着一个崭新的冰柜 而且还通着电 好奇的民警打算打开看看 正在仔细搜寻的民警并没有注意到 原本在客厅里等候的冯军 已经悄悄地退到了屋外 就在民警打开冰柜的那一个意外情况发生了 映入我的眼帘就是一双脚 一个很小的女人的脚 之前还在笑嘻嘻地带民警寻找自己的妻子 看到民警打开冰箱时就赶紧跑了 由于民警当时佩戴的装备比较沉重 加上冯军对现场比较熟悉 冯军很快就消失在夜幕中 期间他们试图通过汽车帮忙追捕 发动人民群众 可还是没什么结果 为了保护现场 其中一名民警只好返回了案发现场 他们现在并不知道里面的死者是谁 凶手是否有同伙 将冰柜完全打开后 民警发现了一具女性尸体 经王金花辨认 死者正是失联的王银化 民警立即通知上级 启动了命案侦破机制 很快 法医和刑警来到了案发现场 经过法医初步勘验发现 王银化的颈部有多处明显的裂痕 死因为窒息而亡 看样子 之前突然逃跑的丈夫冯军有着巨大的作案协议 尽管民警在发现异常后 第一时间就对逃跑的冯军展开了追捕 但由于周边情况的复杂 冯军最终还是消失了 正当初警的两名民警不知所措是 刑警开始学着用监控寻找冯军的身影 很快他们就在建筑工地的围墙边发现了嫌疑人的身影 当知道冯军有可能是躲在建筑工地里 当地警方迅速组织大批警力 对这个建筑工地进行封锁 同时在周边不间断地展开巡逻排查 完成这些工作后 警方开始进入工地 打算来一个内外假计 可由于此时已经天黑 加上建筑工地环境复杂 侦察员从车库到楼底开始寻找 可两小时候 他们还是没找到冯军的身影 这是有人告诉民警 冯军本身是一个安装脚手架的工人 那他会不会躲在脚手架上来 警方重新组织人手 他们着手对脚手架继续查找 最终在警方一路艰辛的排查下 终于发现了冯军的身影 当我带着我的那个同事 排查到第六层的时候 有时候我有个同志 发现了有个人影 在那个砖墙和脚手架 中间那个缝隙里 在他站着 眼见警察找到了自己 走投无路的冯军将双脚悬在了办公 做出了随时要跳楼自杀的准备 加上他当时的情绪非常激动 民警也不好直接实施抓捕 为了能稳住冯军的情绪 他们一行人全部给撤了下去 留下谈判专家对其进行心理疏导 在心理疏导的过程中 警方发现冯军对自己的女儿 是很重感情的 于是打算以此为突破口 与其进行谈话沟通 再经过三到五分钟的劝说后 冯军从脚手架上走了下来 嫌疑人冯军最终被民警成功抓获 此时距离民警发现王银花的尸体 刚刚过去了四个小时 对于自己杀害王银花 藏匿尸体掩瞒真相的一系列行为 冯军供认不讳 据警方调查 在2019年6月 冯军和王银花结婚刚满一年 孩子就出生了 就在这时 他们也办理了离婚手续 也就是说在案发时 这两个人已经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夫妻了 那么冯军和王银花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恩怨纠葛 让他心怀不满 最终丧尸力致酿成了家庭悲剧 皮裤套棉裤 我来说缘故 据冯军供述 他和妻子结婚才几年 这些年里 他一直是弱势的一方 总是受到妻子的家暴 而杀害妻子 也是因为他对自己的女儿大大出手 所说的一切都貌似是妻子的问题 难道王银花真是这样一个人吗 原来冯军和王银花是通过相亲认识的 由于两人年纪相仿 兴趣爱好又相同 很快 两人的感情迅速升温 成为了甜蜜恋人 对于两人之间的交往 王银花的娘家人起初并不反对 但是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几个月后 王银花竟然在没有征求家人意见的情况下 跟冯军办理了结婚登记 不久后 两人就有了孩子 尽管娘家人觉得婚姻大事不该如此草率 但目以成舟 对于王银花的选择 他们也只能被动接受 按冯军的说法 正是从那时起 他和妻子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由于妻子在生完孩子后 就得了抑郁症 即使这样 出生的女儿也是由妻子照看 冯军的父母也因是个女婴 也不来帮忙照顾 慢慢的 王银花就因为一些生活琐事和自己大吵起来 而两人离婚 只是为了吓唬下冯军的父母 希望他们能来照顾自己的女儿 最后再复婚就行了 对于两人之间产生矛盾的原因 冯军归咎于孩子的出生 以及婆媳之间的矛盾 可在王银花的娘家人那边 却有另一种说法 虽然王银花的腿部有先天的残疾 可在认识冯军前 她自己辛勤地经营着理发店 每个月都有稳定的收入 经靠自己 她就在市区买了一套房 可怀孕后为了腹中胎儿的安全 王银花只好在家休养 因此就没有了收入来源 即便这样 作为丈夫的冯军没有一点担当 每天还是浑浑噩噩不求上进 就这样 王银花才选择和她离婚 可为了孩子的成长 王银花和冯军选择继续在一起生活 由于两人总是这样尴尬地生活在一起 矛盾也越来越大 吵架 打架更是家常别范 她跟那个 夫妻关系成长 警场干长 她具体因为啥事 咱知道吗 她两口干长 她两口说在家里干长 在外面 她俩出来 她在外面也吵吵 也吵吵 直到2021年8月25日中午 因为管教孩子的问题 两人再次发生了冲突 她认为此时的王银花教育孩子 就是在实施家暴 羁押多年的怨恨 在这时突然释放出来 冯军一把将王银花推倒在床上 然后拿手开始去掐她 没想到王银花就这么死了 不过警方的勘验结果表明 案发当天面对不省人事的王银花 冯军并没有进行任何救助 反而用吹风机的电线 勒住了王银花的脖子 直至其最终死亡 最后她又将王银花的尸体 藏匿在自家的冰柜里 直到民警上门调查时 才仓皇逃跑 冯军和王银花这两个年轻人 在没有充分了解彼此的情况下 草率地步入了婚姻殿堂 这也为后来的一系列矛盾埋下了伏笔 面对家庭生活中出现的种种危机 冯军没有思考和修正自身存在的问题 也没有主动寻求过解决的办法 最终在矛盾爆发时 丧失了理智做出了残忍的举动 最终对冯军被判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限制减刑的判决 居然别生了